寒流來襲 各地氣溫急凍 不少原鄉族人出門 果上大衣出門 而在臺東慈善原鄉地區 為了照顧中地收入戶及獨居老人 就有社會民間機構捐助物資 幫助偏鄉地區的民眾度過寒冷的冬季 各界的三星人士會到慈善鄉來 幫助我們這些比較需要幫助的家庭 讓他們在寒東這個時間 特別感到溫暖 香早說慈善鄉 每年都會有五個場次的民間機構 捐助物資發放 就是因為此上鄉是一個知名的觀光區域 才會引起外界三星人士捐助 民眾身體包著後衣 肌膚只露出眼睛 拿著證件到此上相關所領取物資 接得這個活動好嗎 好好 大家那個 你東西 我們獨居老人家 沒有結婚的 對他們都有很大的幫助 相關所提醒長者 盡量避免外出 以免受寒 民間機構捐助物資 就是要讓長輩及弱勢儲勤 不會受到風寒 讓長輩們在寒冷的天氣 也能感受到社會溫暖 原時期武俠曼力大盛 台東慈善 採訪報導 對 對 對